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小到大你就没有拔过尖 我也不指望你能拔尖 这不现实 你现在才是中学 你就六十分万岁了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大学呢 你爸我好歹也是个副局长 你呢 你怎么一点长绩都没有 爸 我真的觉得你应该乐观一点 凡事都有两面性 是吧 你不能总盯着我 是没有进步 那多憋屈啊 你应该这么想 这小子行呀 这么多年了都没有退步 不错了我 拉倒吧你 我要真这么想 我那叫自欺欺人 你怎么不跟那些学习好的比一比啊 对了 人家满满打多少分 满满呀 满满他还不如我呢 胡说 人家满满打小就比你学习好 那是以前 现在他早就不灵了 你不信的话 他成绩单就在我这呢 你照射 你照射 他成绩单怎么在你手里啊 你满秋阿姨不看啊 他说没用 拿回家也没人看 满满说他妈成天忙得不着家 他跟满秋一都好几天没到着面了 琵琶 欸 你要什么 我想要 计算器 嗯 要什么样的 要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 这份 花园 看了行吗 可以 那这份 好 正好 谢谢 慢走 回来吧 姑娘 咋 饿了吧 一会儿爸给你做好吃的 爸 吃尿的吃饭去 来 放这儿吧 一会儿啊 怎么了 小妹 谁欺负你了 你看你这孩子说话呀 急死我了 怎么了 自行车丢了 我买完计算器 出来就没了 我当怎么了 那自行车丢了 没事 没事 丢丢吧 没事 那我明天怎么去上学啊 你气爸爸的呗 怎么办啊 想办法 小妹都回来了 怎么了 你闺女 把自行车给弄丢了 我还以为怎么了呢 行了 行了 小妹 别哭了 丢就丢了吧 咱们再买个新的 对了 对面开个新商场 你让你爸带你去买一个 最新的 最贵的 最漂亮的 对 改天爸里面去 还改天什么呀 现在就去 拜 去 买一个电动的 老儿子 你瞎装有什么呢 赶紧上洗澡去 电脑来了 帮教你 妈 电脑有准信没有 您哪给李文叔打个电话问问 打过了 你那本书也问过了 你再打一个 孩子 稀茬的 来 电脑来了 没错 慢点 慢点 电脑 是买女士吗 是是是 谢谢啊 怎么样 满意了吧 妈 这是给谁的 有人不是说手机不好用吗 又买了个新的呗 我 妈 大人 谢谢妈 我先上去了啊 妈 早点睡啊 怎么样 喜欢吗 嗯 谢谢妈 这算什么呀 等过两天啊 妈给你买个钢琴 就摆这儿 你呀 就不用出去学琴了 真的 太老了 哪来那么多钱啊 赠来的呗 怎么挣的 做生意挣来的 还怎么挣啊 不是什么生意 一下能挣那么多钱啊 行啊 跟你说你也不懂 吴妹啊 嗯 不是我犯旧账啊 你说咱们家 从那么大一个酒店 开到路边的小吃店 又从小吃店开到地摊 这我都认了 可咱不能走老路啊 你那意思啊 我这钱又是赌来的是吧 不是吗 不是 我告诉你 不是 那 那怎么来的 有什么不能说的 有什么不能拿到台面说的 我 你让我说什么呀 我告诉你啊 你别小瞧我 等我挣了大钱呢 咱们重新开个酒楼 反正我挺担心你的 行了 你就放心吧 来 吃个苹果 行 我知道了 我看她怎么安排吧 她要是不管饭呢 我就出去再找个饭局点 你下班想着赶紧回家 别总在医院待着 人家报纸上可都说了 说这个总看着生病的病人 自己也容易生病 行行行 挂了吧 灵子电话 这个老妹啊 真是让我操不安她心 你说一个人下了班 她不赶紧回家 总在医院待着 这灵子离婚有几年了吧 你还说呢 这灵子结婚离婚 可都跟你有直接关系 你这叫什么话 她结婚离婚 跟我有什么直接关系 你还别不承认 我跟你说 那年灵子跟我说要结婚 把那个男人的照片 往我面前一亮 一下就把我给惊着了 我还以为出现幻觉了呢 那照片上的人分明就是你啊 我 你傻呀 当然不是你啊 我是说那照片上的人 跟你长得是一模一样 我这眼泪啊 差点没下来 心就想 灵子呀 灵子 你太痴情了 你就是跟不了玛丽本 你也要找一个跟她长得一样的男人 相同 我可是一直把灵子当妹妹 从来没让她误会过啊 是 我知道 可灵子她不这么想啊 在她的心里头 你就是她的偶像 她的白马王子 可以托付终生的男人 自从知道你爱满秋 不喜欢她 对于她来说 那可就是天崩地陷呢 那怎么说啊 我真是对不住她 真没想到 怎么会这样 没想到 你没想到的多了 你能想到你为了一句话 等这么多年吗 怎么又扯到我身上了 我这不是替你名不平吗 你说哪有这样的 让人一等就等这么多年 小董 这事跟满秋没关系 这事是我自己要等的 真的 行 你自己要等 你无私 你高尚 那我问你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真要等到地老天荒啊 不会 我跟满秋已经商量好了 等满满考上大学 我们俩就办事 等满满考上大学 对啊 就满满这成见 我看你们俩真要等到地老天荒 满满才能考上大学 你们俩这辈子结婚啊 我看全 一提起满满的成绩我就担心 学校旁主人打电话说 满满最近老旷课 她旷课不说 还拉着其他同学也旷课出去玩 不行 我找满足就把这事跟她说说 她那么忙现在能听见你说呀 再说了哪个家长不觉得自己孩子好啊 你说多了反而对你不好 我不管她忙不忙 再忙这孩子学习是大事 向东我就不陪你了 你自个儿找范哲去吧 这事我得找满秋说说去 行 乔大夫 忙着呢 没事 查点资料 方舍哥小赵这个礼拜天结婚 我替他给您送红色罚单来了 他要结婚了 这是喜事 这是我的份子钱 你帮我跟他说恭喜 您又不去了 起码去参加个婚宴 吃回一点 适一点了 我那天正好有个手术 你们去好好玩吧 乔大夫 为了您这些年白送出去的洗钱 你也抓紧吧 乔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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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正好路过 有个事我想跟你说一下 你急不急 我这边有个重要的客户 等我谈事呢 快迟到了 这事倒也不是很急 可是 你等我电话 打电话 爸 爸 这哪儿来的 孩子哪儿来的 妈 你给我买的 那当然了 我不能让我女儿没有钢琴台呀 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 我告诉你啊 我是个福将 我早就跟你说过 我不会那么背当 过不了多久啊 咱们呀 就跟那小吃店说拜拜了 你要再谈个大点的 什么大点的呀 你有点追求行不行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 我要干 我就干一个 大酒楼 最豪华的那种 还大酒楼呢 像咱们原来那样的菜馆 我就知足了 志刚 我承认 以前呀我都是说在嘴上 但这回 我绝对是懂真格的了 现在有个好机会 我必须要抓住 过两天我要出趟差 你还走啊 我老实跟你说吧 我要去趟西部 我那边呀有个朋友 是做大买卖的 有一个特别好的项目 什么项目 资本运营 你懂吗 你看啊 我说了你也不懂 你放心吧 我这回呀 已经考察好了 我有几个姐妹 已经在那边做过了 这笔生意我要做成了呀 甭说开个大酒楼了 就是开个大饭店 也复复有余 听着有点悬 你看你看 我知道你就不信我 等着瞧吧 小梅 给妈弹个曲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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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 妈妈电话 妈妈电话 好好好 唉 电话 瞅点声 好 小点声 喂 妈 上晚自习呢 老师留作也多嘛 行 甭管了 我自己回去吧 你看 拜拜妈 自习呢 那怎么可能呢 这分头跟我说 这满满叫了几个同学 你怎么会被邝晓课去唱卡楼K了呀 不会吧 他不能这么骗我呀 再说我刚才打电话的时候 那边可安静了 应该不是卡楼K吧 满秋啊 庞主任可是说了 说满满呀 经常约着同学 去下馆的吃饭啊 去唱卡楼K 那花钱跟流水一样 那眼都不眨 其实这也没什么 这孩子们现在学习这么紧张 偶尔放松一下也是可以的 再说了 咱挣钱不就是给孩子们花的吗 以前没钱的时候 那交个学费都得撕下账了 现在好了 看着孩子们能吃能喝能花 那比我自己吃了花了还高兴呢 问题是这样是玩物丧志啊 这样时间长了不利于孩子成长啊 孩子吃点喝点 那就玩物丧志了 那就不利于他成长了 问题是课程落下了 他老逛课 我听奋斗说 他现在成绩下滑得很厉害 姐 好好好 好好好 麻烦记者 买文啊 你最近多关心关心满门的学习 他成绩可往下滑呢 行 没问题 我得赶紧去机场啊 别误了飞机 走了 慢点啊 慢点啊 哪边怎么赶这么满的飞机啊 没办法呀 白天他得在公司里查账 还有一大堆应酬 出差只能赶莫搬飞机 你们一家真是都是大忙人啊 满秋 你别老蹦着 放松放松 抽时间多陪陪儿子 分头说 你们娘俩经常见不着面 我也不想 可是你说公司里这些事吧 从早上一睁眼就开始有 这一天下来大大小小的 每一件都得自己去处理 哎哟 哎哟 我要是不绷着这股劲啊 还真支撑不下去 可是我 喂 喂 隋利啊 嗯 嗯 行行行行 我这就过去啊 嗯 好 关了 小张啊 嗨 小张 你去跟洪亮说一下 准备车我晚上出去的 哎 好 这么晚你还出去啊 是啊 这不是随力打电话来说账目上有点问题 得让我过去跟他聊聊 那你去哪儿我送你 哎 别了别了 我去自行车来的 哦 拿成 那你走吧 我 我得上去换衣服了 啊 拿成 哎 好 慢点啊 没事儿 爸 我谈得好听吧 爸 嗯 你咋了爸 没咋了 是不是店里的生意不好啊 小妹啊 你就只管好好学习好好谈情 其他事别操心啊 谈吧 哎呀 我回来了 妈 妈妈 你可回来了 哎呀呀呀呀 想妈妈了吧 你怎么才回来 我都想死你了 哎呀 这不是刚办完事吗 哈哈 干嘛呀啊 板着个脸 我回来你不高兴啊 我说你可真心大呀 你怎么去了这么多天 连个信都不来呀 不知道别人在惦记你啊 这不是回来了吗 真是 哎 我还给你们带来一个好消息 来 看 核桃 转上核桃 我宣布啊 从今天开始 我们酒楼马上就要完毕归照了 真的 那当然了 还有这个 拿着 当零花钱呢 什么零花钱啊 小梅 去写作业 去吧 不是 你是 这 这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老公 你呀 你是靠力气挣钱 我呢 我是靠脑子赚钱 哼 我告诉你 我是三年不开张 我开张啊吃三年 行了 别担心了 合同没问题 老公 你瞧你 我走这么长时间 你都瘦了 哎 你为这个家呀 操劳得太多了 以后啊 我也不想让你这么辛苦了 哎 哎 谁啊 哎 什么事 你们 你是吴妹吧 什么事啊 这是逮捕证 你涉嫌金融诈骗 证据确凿 被批准逮捕 带走 不是 别 对不起 我们正在执行公共 请你配合 走 走 带走 同志 你们搞错了吧 同志 爸 我妈走了 爸 小梅 你在家等着啊 爸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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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小梅 爸 爸 进来 姐 来 走吧 我请你吃饭去 吃啥饭啊 我这忙着呢 等我忙完 我有事想跟你说 这么急啊 坐下吧 你吃饭去 好 谁呢 我来 你就乱了 如果我去看你 去拍手 那走 我去困难 你去 过个生日 咋样 姐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你三十二的时候 满满都十岁了吧 我想想啊 我三十二 可不是吗 我们农村结婚早 我三十二的时候 满满都上四年级了 过得真快 对了 你跟乃文都三十大几了 还不结婚 你俩等啥呢 其实我跟他提过几次 他老是不上心 老说工作忙 我也没什么办法 所以姐 我想让你帮帮我 乃文这个人从小就腼腆 他那是难为情呢 这么着 回头姐去跟他说说 姐说他去 那别了 姐 他肯定知道是我的主意 他该不高兴了 还不能让他知道 那咋办呢 姐 乃文今天出差了 要是没什么事 你就让他回来 单独陪我过个生日 我看看啊 你应该是二十一号生日 对吧 嗯 今天十八号 行 没啥问题 他那点事我估计明天就能谈完 回头我给他打个电话 让他早点回来陪你过生日 行不 真的 还有事没 谢谢姐 忙去吧 谢谢姐 行 快 快 快扶我去了 爸 去哪儿疼爸 好吧行 喝喝喝这 这麻药劲过去了吧 怎么疼啊 别不扶了 我躺不住了 怎么这么疼啊 你这是神经病骨折 能不疼吗 大夫 我不会残废了吧 那倒不能 就是 就是什么 看恢复情况吧 这几点你们医生 点净药给 是止疼药吗 这就太疼了 爸 躺会儿吧 不行 不行 躺不住了 腰都快断了 哎哟 哎哟 爸 都说我不好 没事 闺女 爸没事 一会儿就好了 爸 我妈到底怎么了 警察为什么要抓她 闺女 闺女 别担心啊 没准是警察 搞错了 你妈很快就会回来的 啊 没弄错 我妈肯定是做犯法的事了 不然他们为什么给她戴手铐 爸 我妈要坐牢了对不对 别瞎想 别瞎想 爸不骗你 真没事 去 上学去吧 我要陪你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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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姐 怎么样 事谈完了没有啊 二十一号你能不能回来 肯定得回啊 你忘了 二十一号晚上得陪张秘书长吃饭 有饭局 乃文啊 这样 二十一号那顿饭呢 你控制在九点以前手 完了之后 你去哪儿坐为他 去他公司啊 不是公司 去他们家 怎么了 你就别问了 去了你就知道了 一定得去啊 我这儿忙着呢 挂电话了啊 嗯 放心了吧 行了 赶紧工作去吧 哎 来啦 奶文 快进来 来 没事 你怎么了 喝酒了 对 刚才跟姐有个应酬 喝了些白酒 对了 姐说你找我 什么事了 你先坐吧 快坐 来 你先坐 到底什么事了 来 先陪我喝酒 来 你先陪我喝一杯 这个酒我是真喝不了了 能不能给我倒杯水 这杯酒呢 我们要祝满秋节 祝她生意兴隆 来 还喝 第二杯酒 我们祝满满 祝她学业有成 应该的 雪凌 真不能再喝了 再喝就醉了 好 那你先等一下 检手 以往的比赛都是从容成 干嘛呀 妈 妈得跟你好好谈谈 跟妈说说 这次考试考得怎么样 挺好 比我想象中好 真的吗 我怎么听说你这次考杂了 而且你的学习情况一直在下滑 这本告诉你的吧 别没礼貌 跟妈叔有什么关系 怎么能没关系 妈 都不用您说我就知道 您那么忙 能去学校吗 那肯定马里本告诉你的 这下倒好 学校拍她教育局副局长的马屁 她现在又来拍你的马屁 我在学校有什么情况 立刻向你打小报告 我算别想好了 不许你这么说马叔叔啊 那马叔叔不是为你好啊 为我好 指不定为谁好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喂 是我 啊 这都几点了 行 行行行行 行一会儿我去 嗯 好 妈 妈 出去啊 对 我跟你说啊 下次考试 你必须给我拿个好成绩回来 听见没有 没问题妈 我跟你保证下次绝对给她考好了 再给您来个名牌大学陆记通知书 吹牛不泥就会吹 慢点啊 妈 乃文 今天谁生日 今天是我生日 对不起 我给忘了 也没给你准备生日礼物 不用什么生日礼物 那第三杯酒 你就祝我生日快乐吧 好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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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你开心 我也会很高兴 看到你有烦心的事 我也心情不好 爱一个人 挺幸福的 但真的也很累 不说了 咱们喝酒 来 思琳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们结婚吧 泰伯 我们要回家 我自己说 你不想吃 你还想吃 我好好吃 你也会吃 我好 我都不想吃 你也会吃 你也会吃 我好 我好 爸 今天才星期几 按照规定今天做饭 可不是我马分头同学的任务 是你玛丽本同志做饭 今天先换个班 爸爸找晚上有点事 你自己做 爸 跟你说一正经 说 你跟满秋毅都好得这么多年了 要结婚就赶紧结 要不就别老往一块凑了 都有人说心话了 什么心话 就说你跟满秋毅在一块 不是为了别的 全是为了他的钱 谁说的 拿着 回来 说清楚 说不清楚别想走 你别逼我说 我不能出卖我哥儿吗 哥们儿 结婚 太好了 这么着 你们俩的婚礼啊 姐来给你们办 来 钻戒买了没有 还没呢 赶紧去买 莉莉啊 钻戒你随便挑啊 婚庆公司想订哪家啊 无所谓 那酒店呢 酒店订哪家 无所谓 日子你们俩想了没有 好 你们定 我无所谓 怎么什么都无所谓呢 听你的还不好吗 这个事我本来就不懂 奶玩啊 这可是你的不对啊 结婚大事 你怎么那么不上心啊 咱们不再这样说 走走走 找个好地方边吃边聊 走 姐 你们聊吧 我得去趟机场 还得接个客户呢 奶玩 行了 莉莉 别管她 她就那样 这样也好 以后过日子呀 你当家做主 来 走 小 小梅 她没来 她情绪挺稳定的 你放心吧 你欠的钱 我会想办法替你换上 你怎么还呀 你哪儿来的钱啊 我把房子给卖了 买房子卖了 那你和小梅住哪儿啊 我来就是想跟你 商量一下这事 我打算带小梅 先回县城老家 回老家 那小梅上学怎么办呢 转学吧 你放心 我会把这些事都安排好 另外 我给你带来的东西 都交给郁锦了 志高 对不起 志高 我原来就想 拿那个钱开了酒店 挣完钱再还给人家 我 我不知道那是照片 别这样了 事都出了 别再想了 你在里边好好的保重自己 我和闺女在外边等着你 放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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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